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要开讲一个新的主题 叫若贝尔经济学奖的智慧 那么前面我们是讲了经济学的派 介绍了经济学的各个派别 那么基本上讲的七七八八了 当然还有一些 这个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讲 那么这一次我们讲若贝尔经济学奖的智慧 那么既然获得若贝尔经济学奖 他一定有他的重大的贡献 那么这种贡献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智慧一种启发 那我们可以从最早的开始讲起 但是我们现在倒过来一下 我们从比较新的最新的开始讲起 我们从去年2021年讲起 那么2021年的10月11号 瑞典皇家科学院 决定将202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受以三剑客 这个戴维卡德 还有耶稣安格里斯特 以及奎多英本师 这三个人 那么这三个人就有点像三剑客 我们今天也把他们称之为三剑客 那么这三剑我注意了一下 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的生人 然后都有过哈佛的经历 但是现在分别在不同的大学来认教 这个戴维卡德 他是在伯克利 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的教授 然后Josua 这个扫了一个戒 安格里斯特 他是1960年生人 现任MIT的经济学教授 还有呢 这个安格斯 他是1963年生人 这个现任斯坦福大学的 计量经济学教授 以及经济学教授 他们凭什么获奖呢 这个洛贝尔颁奖词是这么说的 他们提供了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新见解 并展示了可以从自然实验中 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 他们的方法已经扩展到其他领域 并彻底改变了实证研究 我们这里面看到了好几个 很重要的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 然后自然实验 还有因果关系 另外谈到他们的方法 也扩展到了其他的领域 并彻底的改变了实证研究 那么可见呢 他们的主要的研究领域 是劳动力市场 然后呢 他们借助了这样一个自然实验的场景 同时呢 对因果关系 进行了这种方法认上的 这个贡献 所以改变了实证研究 我们知道经济学可以分实证分析 也可以有理论分析 那么理论分析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见解 一种猜测 一种思想 一种模型 那么实证研究呢 就是那检验一下到底这个猜想是不是对的 是吧 所以呢 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 同时呢 这个他们的方法很先进 这个特别是因果关系 到底这里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 那么这个在方法认上呢 这个做得很好啊 所以呢 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面呢 他们的贡献很大 那么洛贝尔的经济学奖的委员会主席说啊 这个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 以及安格里斯特和安格里斯特的方法认表明啊 自然实验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来源啊 他们的研究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啊 这对社会呢 有很大的好处啊 那么自然实验是啥呢 其实这个我们都很了解啊 只不过我们以前没细想 打比方说啊 这个经济学呢 很多是没有办法像物理学那样做实验的 是吧 这个严格的控制在实验室做啊 这个化学也是这样 是吧 生物也可以 但是经济学呢 很显然啊 你不能够去啊 这个做这样的实验啊 但是呢 你不可以沦为的实验是吧 你可以找到自然实验啊 就是自然形成的啊 好比说你要比较一下这个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到底怎么样 是吧 那么你就比较一下这个苏联和美国就行了 所以呢 当初我记得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 说这个苏联不如美国啊 然后这个百韩不如南韩啊 这个东欧不如西欧啊 百韩不如南韩 最后是大陆不如台湾 那么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 社会主义呢不如资本主义啊 计划经济呢很显然啊 比不上市场经济啊 所以呢就得改革开放啊 这个就是自然实验是吧 你那个你不是一个人为的控制的啊 这样一个实验 但是呢自然形成的实验 但是你要找到啊 找到合适的对比啊 那我们比较以前我们说过啊这个白美啊 这个一批清教徒啊 他们跑到啊 这个跑到白美大陆啊 那么他们也做了一个新的这种制度实验啊 把他们的信仰啊实践起来是吧 那么跟欧洲一对比啊 那么你就很很明显啊 这个新教文明啊 比欧洲的这种啊 天主教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文明要强啊 这个东西方也是啊 这个东方和西方你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啊 那么这个其实呢就是自然实验啊 当然这种自然实验呢 有的时候我们自然气啊 自然气一般的谈论啊 但是呢我们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用统计来做分析 就是更加进入到数量的验证啊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三位若贝尔奖得主的贡献啊 那么但是想当初啊 马克思韦伯是吧 其实他也也类似的做过这样的分析啊 是吧这个他就研究啊 新教的地区啊 他的四字地啊 跟天主教地区比谁更高啊 输入啊 这个谁更好啊 那么最后呢 他就得出新教文明啊 这个所以写过名著啊 新教伦理成本主义精神啊 那么当时呢 那个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自然实验 他并没有去这个做啊 物理学的那种能为控制的实验 啊 那么其中呢 这个戴威德卡德尔呢 他是应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 而获得了一半的奖项啊 一半的奖金是他拿走了啊 那么杰西娃安格里斯特呢和另外安波斯呢 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呢 分享了另一半的奖项啊 也就是说虽然三件各啊 但是卡德呢 他是啊 其实呢他是用啊 这个用方法啊 用好的方法计量方法 对劳动经济学呢 这个做出了贡献啊 这个解决了一些劳动经济学的这个传统 大家没解决的问题啊 那么后面两个呢 他们是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 也就后面两个 他们主要在方法认上的贡献啊 前面呢 他是用了好的方法认啊 那么对传统的问题进行研究啊 从而的这个对啊 学术啊 对理论啊 其实是有贡献的啊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贡献呢 有三个关键词啊 劳动经济学啊 这个我们做的啊 这个劳动经济学是一个学术理论上的贡献 还有自然实验啊 另外的因果关系自然实验我们 我们也已经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啊 其实我们现在都是经常会观察啊 这个这个不同的地区啊 不同的国家到底怎么回事 其实就是一种自然实验 只不过这种自然实验呢 跟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啊 这个可能相比之下呢 就显得很比较大而泛之 啊 那么几个例子啊 这个最低工资制度的效应之谜啊 啊 那么在经济学界呢 最低工资制度呢 一直是有争议的啊 那么有一些人呢 倡导最低工资啊 保障劳动者啊 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啊 但是很多呢 这个持自由放任观点呢 也就是市场学派的观点啊 学者呢 他们表示反对啊 因为呢 他们担心这可能会带来 私业力的增加啊 你去你定了最低工资嘛 啊 那么这个好了 老板就少顾人了啊 啊 回过头来呢 你就会发现最低工资 虽然可以保障一部分人的权益啊 但是呢 他会牺牲其他人的就业的权益为代价啊 那么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呢 可能是不合算的啊 所以呢这个 包括张武成教授在内啊 所有的这些市场派的学者呢 他们通常就反对啊 这个最低工资啊 认为这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政府干预啊 这个啊 而且呼吁废除啊 最低工资法 那到底最低工资制度啊 这个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就业效率 是吧 那么这个就值得去好好的研究啊 那么过去呢 这个争论呢 就停留在理论层面 大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讲不清楚啊 那么最低工资究竟会不会产生啊 这个市场派学者所担忧的提升失业力的后果 啊 一直呢 不能够被证实或者证伪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涉及到因果关系的精确的推断的问题啊 从理论上来讲呢 实施最低工资法是对一个地基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啊 你实施的最低工资法本来这个地方有个市场 那你现在搞了个最低工资法 这就是政府干预 那么这个政府的干预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最好的研究方法呢 你就比较一个没有干预的场景啊 这个有干预的场景啊 这两种场景的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 这个在就业上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但是呢 很显然这两种场景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啊 这个地区实施了啊 最低工资法 那他就跟过去就不一样啊 这个你就不能够简单的用这个地区跟以前来比较啊 啊 那么这个要用什么样的招数才能够解决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呢啊 那么过期呢 是一直不难解决的啊 但是呢 这三位学者呢 这个特别是我们说的第一位啊 他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 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呢 那我们后面的再介绍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诺贝尔基的贡献啊 就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把人类争了争了好多年的问题啊 他现在把它解决了啊 你不用再争了 啊 那么还有呢 其他的一些传统的理论啊 这个也很难用啊 理论或者传统方法解释的啊 那么经过了这三位高手啊 三剑克啊 那么他们也是透过自然实业啊 然后用因果关系的啊 这种推论啊 那么最后呢 也把它解决了啊 所以呢 这里头是有很多啊 这个很有启示的方法和智慧的啊 那么三剑克研究的领域呢 说起来是这样啊 就是主要还是劳动经济学啊 在劳动经济学啊 包括教育问题啊 在这个里头来比划啊 那么三剑克研究的依托呢 其实就是自然实验啊 他们并没有做一个物理实验啊 也没有搞啊 以后我们还会讲经济学的这个 后来经济学也采用了一些实验经济学啊 以后我们会会讲实验经济学啊 那么他们是自然实验啊 不是这个能搞的实验啊 那么三剑克研究的方法呢 就是因果推断啊 前面我们讲的因果关系 但是因果关系很多时候 是不太容易说清楚的 你能不能够真正的讲清楚因果关系啊 那么他们啊 在这个方法上呢 很有贡献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着重呢 介绍了三剑克研究的方法认啊 因果推断啊 为什么呢啊 这个 因为啊 前面我们说的卡德啊 他虽然是做劳动经济学的 但他用的方法呢 就是因果推断啊 这样一个实证啊 经济学的啊 统计分析方法 而安德里斯特呢 和英本斯的获奖的理由呢 主要是因果推断 也就是他们在方法上的贡献啊 但是呢 他们也都是把这个方法 都用在劳动经济学上的啊 所以呢 这个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 这次的洛伯尔奖 其实就是颁改了因果关系 精确推断的方法认的啊 这个所以呢 因果推断啊 这个方法呢 是决定性的啊 所以呢 我们着重介绍啊 这样的一个方法啊 因果推断作为一种计量方法啊 对经济学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那么在现在的经济学领域 究竟有哪些重要的因果推断方法 他们又是如何被应用的啊 那么这是获得落奖的三位啊 究竟在因果推断的领域 做出了哪些贡献啊 又会对经济学的未来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啊 那么这个啊 就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探讨 那么英国研究了可以说很早啊 这个从亚里斯多德到鲁宾啊 他们啊 这个啊 这个应该说历史悠久啊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喜欢这样 有因必有果是吧 这个果报啊 这个东方文化都论没啊 所以呢这个英国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啊 这个东西方都有 那么在古人看来英国关系是神圣的 既有极高的价值啊 但是呢这个东方人相比西方来说呢 并没有啊 像西方人那样啊 这个可以说孜孜以求啊 这个英国关系啊 同时把英国关系呢 呃 看得那么重要啊 曾经有人问过古希腊哲学家 德莫克利特啊 英国关系到底有什么价值啊 这位哲伦的回答是 呃 对他来说一个英国关系的价值 要胜过一个波斯的王位 啊 那么可见呢这个 是吧 我们以中国为比较 中国的孔子呢 就比较重视伦人啊 这个伦人关系啊 啊 所以呢 这个儒家啊 这个基本上在伦理里面打转转啊 但是呢 很明显啊 古希腊呢 他们就很 他们重视这是智慧啊 不是伦人关系 而是能和自然的关系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吧 这个自然界里面的英国关系怎么回事啊 这个五爱五思五油爱真理啊 真理更加重要 而不是在人人关系里头是吧 然后在这个真理里头呢 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英国关系啊 啊 那么英国发现一个英国关系啊 真正的把它搞明白了 要胜过一个波斯的王位啊 所以我们这三位剑客呢 其实他们都可以说是三位国王啊 啊 同样毕达格拉斯也讲 发明了毕达格拉斯的定理 就我们中国人的勾股弦定理 是吧 那么他就曾经打怨宾客啊 杀了一百头牛 请大家吃饭 为什么呢 高兴啊 啊 他觉得我比做了这个做了做王都要高兴啊 所以呢 古希腊人轻看啊 做国王啊 轻看啊 啊 啊 这种啊 啊 这个人人的关系像像孔子所重视的 而是重视什么呢 重视自然的这种啊 啊 这个真理啊 重视自然的这里头的英国关系和他的智慧 啊 那么亚里斯作德在他的著作当中 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四英说啊 啊 他把事物的原因分成形式因 植料因 动力因 和目的因 啊 并提出啊 用弥矩和归纳来推测英国的操作方法 那么这是古典的智慧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 这个培根等学者呢 开始用归纳法来分析事物的因果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呃 英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智慧呢 就是啊 这个 呃 实验科学啊 这个所以整个现代科学呢 呃 呃 就是建立在实验的旧上 培根啊 就是最早的这个方法的使用啊 那么这种思维呢 也是经验经验分析啊 经验思维不是成内论的 是吧 这个 而是呢这个用啊 这个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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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实验 能够不断的归纳啊 然后来分析事物的因果 啊 啊 那么随后呢 这个经验学家 约翰穆勒啊 啊 啊 在这个呃 自己的著作逻辑体系啊 啊 这个言复了把它译为啊 穆勒明学啊 明学啊 就是这个名称和实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就是逻辑吗 呃 通过归纳呢 确定了因果关系啊 啊 这个 那个五种啊 五种方法啊 那么这五种方法呢 被学界称为啊 穆勒五法 由于穆勒呢 以前我们讲过 它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的代表人物啊 所以呢 经济学界呢 或许有权利先称啊 早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经济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 对英国问题的研究 啊 但是呢 这个和穆勒的讨论相比呢 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英国关系呢 啊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 在穆勒时代 英国推断更多是一种 基于哲学的思辨啊 那么跟亚历斯多德都有关系啊 呃 但是呢 现代意义上的英国推断呢 就已经是一种统计上的计量了 在现代经济学里头啊 曾经有两个和英国啊 关系的这个啊 应该说啊 相关的理论 而且呢 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啊 一个呢 是所谓的格兰杰英国啊 格兰杰英国呢 这个啊 就是啊 讲两组时间系列之间的关系啊 比如说我们观察几四年的啊 这个中国的啊 老百姓的输入啊 以及他们的消费啊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从输入的变化呢 我们可以啊 从统计上来解释中国人消费的变化 因为收入增长了啊 所以中国人的消费也增长了啊 是吧 然后同时我们还会发现 哎 中国人在输入比较低的时候啊 绝大多数啊 这个这个消费呢 都是用于吃的啊 这个恩格系数啊 所谓的 哎 如果中国人的这个输入越来越高了啊 花在吃的方面就越来越少了啊 花在其他的方面就越来越多啊 那么这就说明了整个中国啊 这个整体的经济结构会发生变化啊 但是反过来不行啊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说输入是消费的原因啊 但是你不来说消费是输入的原因啊 反之不来 啊 啊 那么 需要指出的是呢 尽管格兰捷因果的理论的帮助啊 这个 提出这个理论的格兰捷本身呢 掌握了03年的洛贝尔经营学奖啊 并且在现实中也有很多应用 但是关于格兰捷因果呢 究竟能不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啊 这个你从统计算来说 他有因果关系 对吧 消费难道就真的不影响输入吗 其实不是 对吧 中国现在要建立搞类循环啊 这个要要进入消费社会啊 消费其实也会影响输入啊 那么学界呢 呃 其实呢 对格兰捷这个因果是有也是有争认的 那么随着计量技术的发展 格兰捷因果呢 在经济学界的应用上就逐渐的边缘化了 啊 那么另外一个理论呢 是统计学家鲁冰啊 他提出的极干液效应的因果推断的理论啊 cheatman effect 从思想上的这个理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前半期的著名的统计 学家啊 啊 内曼 1983年当时还是华沙大学博士生的内曼呢 是吧 是吧 那么你就可以产800斤 那么中间差的这800斤 你就可以解释为是使用了化肥啊 这个cheatman的这个cheatman的这个干液所产生的因果效应 哎 那么这个因果关系他就用了另外一个解释是吧 而这个解释很重要 他就会带来方法啊 方法认上的改变啊 呃 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 从理论上来讲要看一个因果关系的大小了就应该看同一某地在施肥这个现实状态和不施肥的啊 这个反现实状态下的产量对比啊一个现实状态的你给他施肥了啊 啊 干液了去他们的是吧 但是呢 反事实的就是你设想一下他根本就没施肥啊 但是这不是一个事实啊 事实就是已经施肥了是吧 啊 那么这两种状态你根本没法没法对比是吧 哎 这个一某地不可能是同时是这两种方法 所以这里头呢 呃就是有一个悖论啊 你对比起来并不是那么啊 那么直观的 那么提出的一个方案是呢 可以用对照实验来解决问题啊 比如说你找一千亩地啊 随机的分成两组啊 那么其中的一组呢 啊 你对他进行干预去他们的是吧 给他一个治疗方案啊 另外一组呢 你是对照控制是吧 呃 这个呃 那么这个呃 对于干预组的地呢 都使用花肥而使用对照组的对了 地呢 你什么也不做啊 那么最后呢 你对这两组地 啊 你平均的亩产量你进行计算啊 那么你看看有什么不同啊 那么才能够得出最终的因果效应的这个结论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其实 呃 病毒的疫苗也是这样是吧 你要有个对比组啊 要有一个是吧 呃 一个干预组啊 呃 那么两组呢 这个 使用了疫苗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啊 呃 呃 现在有人就说了非洲一些国家啥疫苗也没打啊也没出事啊 我印度也这样啊是吧 那你疫苗有啥用呢啊 从前就来看如果你找自然实验来看 这个疫苗的效果呢可能还真值得啊这个怀疑 呃 应该说呢这个泪曼的这个方法呢十分的有建设性啊 他的方法啊和概念提出之后呢 立即被很多的学科采纳啊 甚至呢在一直被认为不难进行实验的经济学的领域啊 也催生出了实验的方法 因为经济学没法进行实验是吧 你不然说这个把中国人硬要搞一个社会主义啊 明天搞一个资本主义来对比有人曾经啊 国内不是有争吗 争有人是改革派有人是保守派啊 这个有人喜欢文革啊 喜欢毛主席时代啊 然后有人提出来干脆把原安化为这个这个啊 特区啊 就也是经济改革的特区 但是跟深圳不一样 深圳是开放的特区是吧 延安就成为左派的特区 把这些人都迁到延安去好了 但是人家延安呢 说我们我们招你了你了 凭什么把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做文革特区呢 说做左派特区呢 我们才不干呢 说经济学呢是不来用这种啊 这个人为的实验的 但是呢他这个方法不错是吧 随机的吧 啊 那么可以这就自然实验啊 自然实验是OK的 啊 所以呢这个啊 采用实验方法呢 这个啊 两位学者啊 最早啊 他们使用这个方法 他们已经获得了罗贝尔经济学奖啊 以后有机会了 我们也可以讲啊 这个Difro啊 和巴拉吉啊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介绍啊 那么希望说明的是 尽管实验的方法可以在很多条件下 帮助我们识别因果效应 但是很多的情况下啊 实验根本无法进行啊 比如说我们要分析某种食物的自癌性 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最好的办法找一个对照组啊 和一个实验组 让一组人吃这种食物啊 另外一组人呢不吃 然后比较这两组人的癌症的患病例啊 但是呢这有点像啊 这个科学狂人的想法啊 但是没人愿意接受这个方案 因为你不能拿人体来开玩笑啊 违背啊这个道德人力啊 还有人我们以前前面讲的元安啊 你把元安做左派特区啊 作文革特区 人家元安也不干了是吧 这都不合适啊 换言之在现实当中是否接受干预很难是一个随机现象啊 在这种条件下直接比较两种人的表现就不再能直接表达出因果效应 那么以吸烟和癌症为例 有一种理论认为啊 有些人之所以爱吸烟啊 是因为含有某种基因 而这种基因本身让人得癌症啊 所以呢这个不是因为吸烟导致癌症 而是因为他里头那个基因使得他喜欢吸烟 对吧 然后得了癌症 是那个基因导致癌症啊 这个所以吸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 看起来是吸烟导致的高致癌症 其实你的找到那个基因啊才行了啊 如果你找这个不让大家抽烟了啊 其实不能解决问题 对吧 你找到那个基因 然后你把那个基因给修复了 给攻克了啊 那么这个高致癌症可能就降下来了啊 那么这个作为理论猜测有没有道理呢 也是有道理的啊 那么基上原因 鲁宾在分析因果问题的时候呢 并没有沿用内曼所建议的实验方法啊 不过呢他保留了内曼关因果效应的定义啊 就这个干义啊 还把因果效应体现为一种干义是吧 你去的没的你加了一个因素是吧 然后你有什么不同的结果 从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和方法来进行这个考量啊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计算出这两个状态之间的差别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如果可以创造一种环境在控制一些因素后 让是否接受干义可以成为一种随机的事件 那么就可以通过比较接受干义组的平均表现和对照的平均表现 来获得因果效应 那就创造一种环境 控制一些因素之后呢 然后这个好像这种对比两个两个组的对比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分析他的结果了 或者更为通俗的说啊 尽管在现实当中有时候我们没法进行实验 但是呢我们可以设法的模拟出一个类似的随机的实验的环境啊 那么这就是自然实验自然环境啊自然实验 而那么内曼的结论呢就依然有用啊 比如我们可以找到两组人通过一定的分析认定他们 事先看啊显着先和不先的概率是相同大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这两组人的癌症的发病例来推断因果效应 鲁冰的因果推断框架已经提出啊 立即引起了很多学科的重视 而经济学界呢显然是受影响最深的领域之一啊 在鲁冰之后 因果推断开始逐渐占继经济学杂志的主流 那甚至呢占领了教科书啊成为了显学 那么因果推断这里头呢有五把剑啊 这个三剑课嘛你得使用剑啊这个剑呢就是方法 一呢是倾向性的得分的匹配啊 那么这种方法的提出者啊就是鲁冰和他的合作者啊 保罗啊罗森包姆 那么这种方法的思路很简单啊就如前面所说的啊 直接从干预组合对照组当中找出两组人来 保证他们事先的选择是否接受干预的概率是相同的啊 然后对他们的表现呢进行比较 具体来说呢我们可以考虑两种人的各种特征啊 对于是否接受干预的影响 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抽烟会企业也很多因素 年龄啊性别啊财富啊地位啊工作啊都会影响啊 这个那么利用统计学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把每种因素的影响的大小计算出来啊 那么最后呢就可以计算出每个人吸烟的概率啊 那么随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干预组和对照组当中 与盖粒近视的人分别拉在一起呢进行比较 比如在两组人当中啊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前看有70%的盖粒的可能吸烟啊 从事后看呢切实吸了烟的人啊 他的癌症的患病率的是3%啊 而没有吸烟的人的患病率是1%是吧 一开始算呢他们都有70%的概率可能吸烟 所以好他们可以对比差不多啊 但是呢有一些人真的吸烟了啊 有些人呢就没吸是吧 这个70%的概率嘛是吧 那么有当然还有30%他不吸了 好那我们就开始比较了 这个你没吸的人你怎么样啊 吸的人怎么样是吧 你得癌症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啊 那么这一批人当中你会发现吸烟对癌症的发病率的因果作用啊 是2%啊 那么研究者呢就会重复以上的过程把所有概率的人都进行一个对比啊 得到很多种的差值啊 最后把这些差值进行平均啊 就得到了我们所要的因果效应 他的因果效应呢啊 你可以就可以量化来分析了 啊 那么回归啊 第二种呢叫回归分析啊 回归分析呢 大致上可以描述为一个求解条件均值的问题啊 几例来说我们要对一个地区的房产的价格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那么影响了这个房产的因素呢很多啊 地段啊 楼层啊 户型面积啊 都会影响房价 而我们希望确切的知道啊 如果给定其他因素不变 其中的每一个因素呢究竟是怎么影响房价啊 就这个其他的因素不变啊 这一个因素他怎么影响房价 或者更为具体的说我们希望把房价表示成一个由各种因素 影响的公式 在每个因素前面呢都有个数字啊 他们都可以表示给定其他因素不变啊 这个因素对于房价的影响大小 那么得到这个公式的分析的步骤呢就是回归分析 那么在统计学当中实现回归的方法很多啊 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最小二乘法啊 那么这里边我们不再介绍 很显然如果我们所考虑的每一个因素都是一个外生给定的量 而不受其他隐藏条件的影响 那么回归就可以很好的控制那些无关紧要的因素 通过观察我们关注的因素前面的系数 就可以得到鲁宾毅上的因果效应啊 就是影响它的很多因素 但是每个因素啊在其他的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啊 这个因素他有多大的影响啊 那么你一个一个你都把它是算出来啊 那么这个呢也从量上啊啊 这个找到了他的啊 究竟他的因果关系有多大 那么第三个呢叫公寄变量法 这种方法呢是用来干预所谓的内生性问题的啊 那么在鲁宾的分析框架当中啊 要求在控制了各种变量后啊 干预组合对照组在事前啊 接受干预的概率是相同的 但是现实当中的干预变量很可能会受到 某些不难观察的因素的影响 因而即使控制了所有可观察的变量 我们也很难构造出一个鲁宾模型 所要求的那个条件啊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引入公寄变量来进行干预 那么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这个经营学家经常讲吸收起限啊 吸收起限的就是讲啊 这个吸收量啊 和人们业以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关系啊 理论上来讲的这个啊 你支付的价格也高啊 这个吸收的这个吸收量可能就越少啊 能够价格越低了那个吸收就越大是吧 但是问题在于有人能够确切的说出一个市场上的 吸收起限是什么样的吗 啊 有人可能说这个不简单很简单啊是吧 我们不是有市场的历史数据吗 把所有时期的数据找来看一下每个时期的价格和市场 销量的关系你不就可以回归得到一个公式啊 那不就结了吗啊 很简单吧是吧 这边有价格那边有销量你这个仿制品我卖了多少是吧 我的价格是多少 我对比一下这个吸收起限就是仿制品的吸收起限就出来了 啊 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呢大家就这么算啊 啊 那么是不是也可是呢 也还可以啊 但是你要较真的话呢 这里头是有问题的啊 原因很简单 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每个时期的销量呢 都是供给和吸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我们就很难简单的把市场上的销量啊 视为是吸收量啊 这个为了要把吸收分离出来 我们必须要分离出供给的影响是吧 你只只控制供给 供给没有任何变化啊 供给是跟以前的供给是完全一样的啊 啊 那么纯粹呢 就是啊 这个吸收和销量的呃 之间的关系啊 啊 那么这才行啊 啊 那么怎么从市场的销量当中分析出供给的影响呢 一个方法呢 就是寻找一个只会影响供给而不会影响 其他因素的变量啊 那么用他的变化的来推测供给的变化是吧 那么这个呃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了 比如说在鱼业市场上 鱼的供给量呢 是和天气密切相关的啊 啊 这个呃 因此我们就可以透过统计来得到这种关系 如果我们知道了每一个历史时刻的天气状况啊 就可以推测出每一个时间的供给期限啊 就是不同的天气啊 啊 那么鱼的供给量呢 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先把这个了解到啊 如果我们熟悉供给模型就可以知道随着供给曲线的外生移动 他会和吸球曲线的交出一个个的点 而通过这些点呢 我们就可以识别出吸球曲线中价格和吸收量之间的关系 而借助这个模型就可以知道每一个单位的吸收量 对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的因果影响啊 但是借助它我们就可以看清模型内部的关系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常用的因果推断方法当中啊 公寄变量法可能是唯一的一个由经理学家研创的 为什么说是可能呢 而不是说必然呢 因为这个方法的提出者呢 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经理学家啊 叫菲利普莱特 他研究的是植物油的关税啊 这样一个很小动的领域啊 植物油的关税对植物油的这种进出口 有什么影响呢 碰巧的是呢 他的儿子斯维尔莱特呢 却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统计学家啊 所以呢 他用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啊 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到底是他提出的呢 还是他的儿子提出来的呢 这个就成了一桩险案啊 搞不清楚了 那么据说呢 最近有一些文献的计量经济学家 透过研究表明啊 菲利普莱特提出的可能性更大啊 如果这个结论是真的啊 那么经济学家呢 就要谦卑一点是吧 过期的经济学家的自己最厉害啊 经济学帝国主义很少啊 许多的社会科学的礼仪啊 但其实呢 经济学自己呢 也是被别的学科啊 殖民的啊 这样一个所谓的帝国吧 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被插法啊 或者是双重拆分插分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这种方法其实是对控制实验法的一种拓展啊 这个如前所述 如果要想从一个控制实验当中识别出因果关系 那么就需要保证啊 干预旋起的这个随机性 也就是说要让干预族和对照族的表现 在视线看来是没有差异的 但是在现实中呢 干预很难做到这么随机啊 干预族和对照族的事先表现呢 总是会有一点点差异 是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识别因果关系呢 那么一个办法呢 就是分别记录下 干预发生前后的干预族和对照族的两次的差值 然后用干预后的差 减弃干预前的差 如果在干预前后 这两组对象之间差值的变化 仅仅来自于干预活动的话 那么这个差值的差 就是干预所带来的因果效益 那么最早发现并 另用被查法的是公共卫生学家 早在19世纪英国的公共卫生学家约翰斯洛 用这个方法研究了饮水质量和霍乱之间的关系 当时呢 他猜测 饮用水的不清洁很可能是导致霍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呢 很难找到证据 巧特斯的一个自然实验的发生 为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提供了条件 当时呢 仁敦的饮用水呢 是由两个水厂供应的 而其中一个水厂呢 正好发生了搬迁 从一个水质较差的地区 搬到了一个水质较好的地区 然后斯洛洛就利用这个自然实验的机会 记录下了搬迁前后两个水厂供水地区的 霍乱的发生力 并计算了相应的双重的差分 那么经过分析呢 他就得到了水质和霍乱的发生力 之间的因果关系量化了 那么第五个呢 叫断点回归的设计 那么这个方法呢 最早是由心理学家坎贝尔和西瑟尔维特 共同提出来的 那么这个方法的要因呢 就是一个干疫的发生以否 是和某一个指标的断点相关的 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要比较一下 这个断点两边对象的相关表现 就可以得到因果关系 例如我们是不是能上大学 能不能够上重点大学 主要看分数 假设某一年高考的路起先是500分 那么这个分数之上的人可以上大学 第一这个分数的人就上不了 那么现实当中呢 高考的分数有很强的随机性 这个考了501分的人和499分的人 他们的水平其实可能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可能忘了一个标点符号 结果一个考了499分 另外一个人把那标点符号写上了501分 因此把断点两边的人对象起来看 就创造了一个静止的控制的实验环境 如果我们对上大学的教育回报力感兴趣的话 只要比较一下这两个群体的人的输入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是吧 这个501分你就上大学了 499分你没上大学 把这个人找到是吧 相当一就是一个断点吧 是500分就是一个断点 那么你比较一下 其实这两个人差不多 没什么两样 就在学习上是吧 但是一个上了大学 一个没上大学 你比较一下 十年之后一生当中 他们的输入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就大概知道 教育对人的这个输入究竟有没有影响 换句来说 这个考499分的人可考501分的 你可以等同一个人 只不过一个人的上了大学 这个一种可能他上了大学 一种可能他没上大学 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了 这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结果 那么有了倾向性得分匹配 回归攻击变量法 倍差法以及断点回归设计 这五把利剑 那么这个经济学家们 就可以在实践当中 将鲁冰的因果推断框架切实落地 而在应用和发展 这些功绩的经济学家当中 那么这个2021年的 那么这三件课呢 是其中的佼佼者 那么我们分别介绍一下 这个戴维卡特 是为哈佛打官司的经济学家 卡德 卡德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 78年的在加拿大皇后大学 获得学士协位 83年的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协位 毕业后呢 进入加加各大学论教 后来呢 在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 哈佛 这个都当过老师 最终是落户伯克利执教至今 95年呢 他曾经以自己在劳动经济学领域 取得的贡献 获得过由小洛贝尔奖支撑的 贝斯克拉克奖 美国的这个贝斯克拉克奖呢 是奖励年轻的经济学家 那么很多获得这个奖的人 最后都获得洛贝尔经济学家 所以呢 这个叫小洛贝尔奖 2014年美国知名学府 哈佛大学遭遇了一场 非来的官司 维权人士布鲁姆 经营的非营利组织 SF 提起诉讼 指控哈佛大学涉嫌种族歧视 并故意压低亚裔的 美籍学生的录取数量 布鲁姆指出 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 过度的使用了种族平衡策略 并根据种族设立了录取配额 那么依据美国最高法院裁件案例 这被判定为违反宪法的种族歧视 哈佛大学里头 亚裔的学生 亚裔美籍的学生 他认为录取的少 所以地亚裔是不公平的 如何如何 涉嫌种族歧视违反宪法 那么为了避免受罚 以及维护这个学校的生意 哈佛不得不认真应战 那么要把官司呢 哈佛需要找一个既有足够资质的专家来认证 看似压低亚裔数量的行为 其实是可以用某些因素来解释的 并不是哈佛故意在这里面搞种族歧视 出了意料的是呢 哈佛没有找自己的老学校的老师 而是请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卡德 也就是这次落奖的第一位 那么结果呢 卡德的写出了一份近两千页的报告 对哈佛招生的合理性的进行了全面的认证 并用经验证据 对布鲁姆进行了有理有理的驳斥 那么最终的法院对这个案件做出了判决 法官认定在招生过程当中 哈佛并不存在原告所指控的歧视对象 这个厉害啊 这个200页的报告 洛贝尔奖籍的专家进行详细的认证 那么我们想想中国 我们中国其实切法陈系 这个打什么官司 大家一拍脑袋就上了 民粹主义在中国其实有市场 文化大革命就是 大家都说你错了 那你就错了 这个用人数人头来判断对错 不讲诚系正义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非常讲究诚系正义 那么诚系正义呢 什么东西都在经过法庭的这种公正的审判 而在法庭的公正的审判里边 我们怎么能够想象 就是中国人很难想象 是吧 他竟然如此的科学 是吧 如此的这种旁征博引 如此的这个有这种 我们说的这个知识密集型 请洛贝尔奖籍的这样一个专家 来专门认证写了200页的报告 说到底有没有种不及时 这就是法治的公平正义 也是诚系正义 哈佛为什么放着自己本校众多名教授不请 非要请卡德出山呢 原因猜测可能是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本校的老师有利益重处 最好是避嫌 第二是讨论劳动力市场的歧视问题 那么卡德其实他就是最大 第三是卡德 其实在去加州大学 伯克里分校认教之前 在哈佛认教啊好歹也是哈佛自己的啊 大概这这几个原因吧 好那么这里头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最低工资制度效应之谜啊 一开始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了啊 回头我们再讲其他的问题 今天可能就没时间了 我们再讲一下最低工资制度效应之谜啊 这个最低工资制度设立之后啊 会不会导致了整个的就业力降低啊 从而呢对劳动力市场啊 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在现实当中呢 所谓的经验研究呢 只能根据某个地区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前后啊 就业力的变化来提供一些相关的政绩 一般就这么说了 你啊这个最低工资没出来之前 你的就业力多高啊 最低工资出来之后呢 你就业力多高 但是很显然这些政绩呢 是不然令人幸福的 因为在干疫发生前后 有很多因素都变了啊 他们都可能影响就业力啊 其中最低工资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可能谁也说不清 也就你有好多个因素在影响是吧 直到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出现 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比较确定的解答 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啊 卡德他不是一个人 他找了一个合作者 这个合作者很厉害 叫克鲁格啊 回头我们会说 那这个人要不是自杀了 他也不要来讲啊 他的贡献很大 其他的那两位建格呢 其实呢也啊 这个也也都很看重他 那么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呢 是第一次自然实验 利用倍差化完成的 1990年代出 新泽西州的最低小时的工资啊 每小时的工资 从4.25美元提高到了5.05美元 最低工资提高了 以此同时呢 以新泽西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呢 没有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劳动力市场 就分别构成了干一组和对照 一个你提高工资了 这就是干一组 另外一个没提高对照 那么卡特和克鲁格分别收集了 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前 两周的快餐店的雇用情况 以及其他一些劳动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变量 很显然由于两周的情况是有差别的 因此这些变量在事先就有一定的差异 但在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法出台后 这个差异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差值的差 就可以视为由最低工资法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就是一开始这两个州就有不同 就有差异对吧 这可以理解 没有完全相同 但是这个差异在习中一个州 是吧 你的最低工资往上提了之后 那么很显然 这个又所有的这些变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那么这个差值的差怎么来解释 这个由最低工资法带来 这个对因果效应来解释 那么卡特和克鲁格发现了 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呢 的确让新泽西快餐店的平均工资显著的增加了 但依此同时呢 它并没有带来显著的失业力的上升 这个政绩表明 最低工资法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许要比理论意计来的小得多 市场派人士认为这个影响会很大 但是这个影响呢 其实很小 基本上忽略不计 那么这个很厉害啊 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个别现象以外 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就把这个争认不休的问题 基本上就该关定了 把它把它做了一个解决 那你就不用争了 那么但是这个发现呢 很显然是吧 这个违避我们大家的这种认识啊 理论上来说 是吧 就是你提高工资嘛 当然就少过功能了 是吧 那怎么会呢 怎么会好像没有明显的这种影响呢 所以这个卡特和克鲁格呢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信仰 算出来之后自己很信仰 那么自己呢 就想办法来解释 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解释啊 一个一种的解释呢 是当企业的遭遇 当企业遭遇了最低工资制度之后 他可以通过更高的价格 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所以呢 他们觉得没必要减少雇佣 没关系 反正大家都提高了嘛 是吧 这个地方的所有的人都提高了最低工资 那我把价格提高 价格提高呢 我企业的利润不减少啊 是吧 那没关系啊 所以我没必要减少雇佣 这个雇佣的劳动者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我们想想我们做企业的中国也搞过是吧 突然提高最低劳动工资了啊 那我们有没有减少劳工 还是说我们啊 这个提高了价格啊 转移到市场上去了 转移到消费者啊 我们可以哎 这个想想啊 这个是吧 这个所以我们是用转移 这个提高价格 转移给消费者啊 还是说哎呦 我一看呢 这个工资提高了啊 那我马上这个减少劳工啊 到底是用的哪一种方式呢 我们啊 都可以思考一下啊 另外一种解释是 如果有企业主导了一个地系的劳动力市场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 将工资保持在最低水平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最低工资的增加 就会激励更多的人来参加工作 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那么在供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的 最终的均衡就业数量呢 有可能是上升的啊 就是最低工资不仅不减少劳工的雇佣啊 甚至还可能增加了劳动的雇佣 业业在哪里呢 你不是有了一个最低工资吗 那我我最低工资 我姐必须照办啊 但是回过头来呢 因为有了最低工资 很多人就愿意出来工作啊 很多人去来工作的企业一看 我可以照得人多了 是吧 那我就按这个最低工资 本来呢 有些人我还要给他涨工资 现在对不起 涨不涨啊 所以呢 你的总工资也没增加啊 是吧 这个甚至其他业业 更多的招职人 招职人是什么 我就按最低工资给你发工资 是吧 这个那我的利润也没有减少啊 那回过头来呢 你发现最低工资甚至没有减少 劳工呢 还增加了劳工 那么这就是这个一个 另外一个解释 那么这种现象有没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 那么在卡德克克鲁格的 以上研究发表之后啊 在经济学界是引起了一场地震 原因呢 就是一部分呢 因为他动摇了最低工资 有负面影响 这个劳动经济学理议的 长期的认识 但大家重要的是 这个研究引入了一次方法的革命 是吧 这个首先呢 这个把传统的一个认识给颠覆 大多数人都这么看的 还有呢 就大家 你这个认识 这个你怎么研究出来的呢 所以这个方法 大家这个很震撼 这个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方法 是吧 从此之后的败查法 这个在公共卫生理议 已经被使用了200年的方法 那么中医就进入了经济学 从此以后 即使有学者 再要跟他们来 这个argue一下 变一变 到底最低工资 有多大的 这个劳动就业的影响 那你也得采用同样的方法来研究 是吧 这个方法呢 就赞助 那我们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内容介绍 比如说移民 移民 新的移民 大量的涌入 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以前的移民 是吧 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劳动力的就业等等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 这个墨西哥的移民 突然就乌鸦乌鸦的跑过来了 是吧 那么这个川普就论为这不得了啊 这个影响到美国的就业 影响到这个对美国社会影响很大 但是这个移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等等 那么这个劳动力市场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现象就非常值得研究啊 你要有科学的结论呢 还有了这个教育 教育到底对大家的收入有多大的影响 是吧 包括家庭的结构 这个对未来的收入有多大的影响等等 那么这些的劳动和就业的问题 以及输入教育啊 输入相关的问题啊 那么都在这个研究里头呢 这个他们的研究里头呢 有很多啊 这个震撼性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最低工资啊 你设定最低工资 其实发影响没那么大 是吧 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现在这个西方国家啊 基本上都设定最低工资啊 就是大家就不要放心了 那么很显然对啊 这个政策的也产生了影响啊 那么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类似的啊 震撼性的研究啊 那我们把它成 把他们称为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智慧啊 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呢 我们先介绍到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